音乐才子李健的故事 李健是中国著名的音乐人 同时也是一位才子 他出生于1971年 是湖北省武汉市人 自小就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小学时开始便开始学习吉他和唱歌 李健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他的音乐风格独特 充满了中国民间音乐的元素 而且歌曲旋律朗朗伤口 歌词深入人心 深受人们的喜爱 1994年李健参加了几个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便获得了第一名 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事业 他的音乐作品惨干了各种风格 包括流行 民谣 养本等等 除了音乐才华 李健还是一位才子 他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文学 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他的音乐中 他竟然此生非我拥有何时望去一遍 他的音乐都在第一次之后 更是一种不详的表达和真实的真调 李健的音乐事业取得了很多持久 他曾获得过许多音乐奖项 包括中华音乐人物 最名創意的音乐人 最佳男歌手等等 他的音乐也是一受许多人的喜爱 被誉为中国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健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 也是一位思想深刻的艺术家 他的音乐都可以 能够给人带来美妙的突兼享受 更能够让人们思考人生 社会文化等特殊问题 感谢观看